大家好 我是大鹏 今年的茉莉花茶新茶已经上市了 刚才朋友电话通知我 他店里已经到了一批 好 我们现在就去他的店去看看啊 看看茶叶瓶是怎么样 好 我们出发 好 我们到他的门店了 茉莉花茶 小金 茉莉花茶到了是吧 这一批吗 哦 目前先到了这么一款 哦 就到了一款啊 昨天听你哥说过了 昨天我去你哥的查查了 他那边有一些 有几箱污里找 还有最后一点白茶都我都我拿掉了 然后他说有一款也一款到了 就这款是吧 对 几箱非常的好 哦 这个是应该是云南的对云南的云南争这个是 叫争霸 是不是这个是就是加工那个 云南白茶 那个月光白的那种料子啊 百号茶配 红茶配原料的 哦 就是那种跟白号茶是一样 那种是不是就是就是加工月光白的 就是云南那种白茶 哦 料子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拿去 印制 印制花茶了 哦 料子还可以的 跟去年的 这个去年我卖的挺多的 跟去年差不多 好 看着还可以 倒了一批 那也就这 十几箱 还是冷库里面还有 嗯 冷库里面还有 冷库里面有 那行 那行 好 现在很多人 说要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 开始都开始说了 哦 那新花新茶 新花新茶 行 好 那我们就冲泡一下 嗯 这个茶杯刚才是一个温过杯的 有有热度的 嗯 它的香气立马就散泡出来了 非常清新的茉莉花香 这个滚烫热水 嗯 立马就出来了 这个香气 哦 积一下 它的香气就 出的更快 啊 香气是非常清新 非常自然的 茶叶已经冲泡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啊 牙头还是非常肥壮的 看到没有 一颗一颗的啊 非常肥壮的饱满 这个由于它是 这个茶树品种啊 它是云南的啊 它是云南的 它这个是属于大叶种 它的这个茶树品种 它们叫做百号茶 啊 是属于云南的大叶种 所以呢 它的牙头非常的肥壮饱满 然后这个是也是刚刚采摘的 所以都是 采摘的那个单牙 最大特点就是 口感比较的鲜甜 比较的干爽 好 这个是春茶 春茶的话 它的 茶当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柔和 比较甜的 嗯 然后呢 它的花香也还可以啊 也是不错的 经过了三次的硬汁 嗯 但是话也给你们说清楚 这时候的茉莉鲜花 应该是四月份的茉莉鲜花 它的香气并不是说一整年最浓郁的时候 茉莉鲜花 它是三福天 像那个七八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大乐天 那时候的茉莉鲜花 它的香气最浓郁的 是那时候硬 这个 这时候的茉莉鲜花 拿着硬汁茉莉花茶 它的 茶 那个茶的香气也是最有厚度的 呃 所以这个茉莉鲜花 这个花香相对来说 还是跟之前的那种 嗯 还是会相差一点 但是这时候赶草嘛 啊 能能 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喝到新鲜的茉莉花茶 那也是 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 晓郑 那个这个茉莉花茶是你大伯做的是吧 嗯 对 没错 像这茉莉花茶的话 我大伯他本身也是做了三四十年嘛 嗯 然后从选选料到加工 印制 就是整个过程都是通过他的这么一个手里 嗯 一个制作的 啊 所以大伯的厂是在 在广线 广线 广线 嗯 对啊 那这个料子他自己收的 还是让让别人去收的 料子是他自己收的 在在云南自己收 对 他相当于就经常在 因为像我大伯他做茉莉花茶 嗯 基本上茶配原料以那云南那边比较多嘛 嗯 一般来讲 他他原本的这种配料的叶底基本上都是在云南那边 主要就是云南四毛那边收的毛料 哦 四毛 然后等到茉莉花花系上来之后 我大伯又会去那个广西横线 印制那个广西横线的茉莉花 啊 再去印花 对 嗯 那行 有机会的话 那真的是想 啊 今年的话我也打算去一趟那个广西横线啊 毕竟那边是全国最大的茉莉花茶基地啊 也去真的是要去见识一下 这个茶叶加工过程呢 到时候可以可以拍给你们去看一下 你大伯的厂规模怎么样 厂的规模都挺大的 因为像我们的话 整体的话 光茉莉花茶印制的话 一天可能要印制个几千斤这样子 一天就印制个几千斤啊 嗯 对 哦 那这个量已经有点 相对于绿茶来说是有点下能了呀 嗯 它是一天嘛 但是茉莉花茶的话 它其实印制的过程是比较多的 嗯 因为就比如你要印像这款三印的茉莉花茶 它要是通过三道的印花进行一个出口 嗯 就整个周期基本上最快的话也要各把星期这样子 要各把星期啊 才能印制出来 对啊 所以它的制作周期要比绿茶红茶要长很多 对 因为光一道的印制 它就要一到两天的时间了 嗯嗯嗯 行的 行的 这时候的茉莉花茶呢 也是属于刚刚上市啊 身后这一批也是 这边十几件也是今天 这两天刚刚到的第一批 所以 先拿一点嘛 先拿了卖吧 因为很多人 已经要这个新茶茉莉花茶了 嗯 那如果 你们想要茶香气啊 茉莉花香更浓郁的 那你可以再等等啊 那个花香最好的时候是 七八月份那批茉莉花茶印出来它的香气 比这个药更有厚度一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